三喵说 到了1487年的时候 两名德意志地区的 这样的宗教裁判所的 这样的人员 写了一本书叫《女巫之锤》 很不幸的是什么 那会儿 这个古腾宝搞的这种印刷术 已经比较成熟了 所以这本书当时就 以很快的速度流传开来 然后很多人看到这本书之后 就开始了更新的一波 对巫师巫女 尤其是女巫迫害的这个高潮 这也被认为是 欧洲中世纪大规模猎巫的起点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范围 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 但一般认为是 公元五世纪到十五世纪 这是欧洲各个地区发展不同 导致每个欧洲国家学者 定义中世纪时间范围的不同 至少学界都认为 南欧和西欧 中欧德语地区 最早摆脱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 也就是说最大时间范围计算 中欧德语地区在15世纪的1499年后 就不是中世纪时间范围内了 已经是文艺复兴时期 再退步说1517年路德发表95条论纲宗教改革后 德语地区就不再是中世纪 《女巫之锤》是1486年在德语地区出版 《巫师与猎物》166页的地图和数据显示 德语地区的猎物高峰是1530年开始到1679年结束 这段时间很明显是德语地区的文艺复兴时期 匹特利森和雅各布罗斯 在其2017年《女巫审判》论文中 查阅了欧洲各国的女巫审判档案 也显示高峰从1520年左右开始到1650年左右结束 并且有女巫审判和处刑的地图 这个更有意思 空心点代表女巫审判 实心点代表宗教冲突 天主教地区比新教地区不成比例的少 高发猎物行为的反而是新教地区 最激动的是在宗教冲突地区 现在网上讲述 天主教宗教残办所火烧女巫的影片 实属非历史全部真相的谣言级别 三喵的大多数观点我是认同的 但脱口而出的错误会误导观众远离真相 这一小节我送给大家一句话 了解准确时间对历史很重要